《啟詩中文課程》 我是高俊麗媽媽 小朋友現在讀啟詩中文課程的K2班 中文是我們的母語 我覺得其實從小開始 應該要打好中文的基礎 去應付日常的生活 或者去銜接小學 我覺得都很重要 《啟詩中文課程》 小朋友上完這個課程後 中文其實有明顯的進步 例如學校每兩個星期 都會有一些新的圖書帶回家 我跟他去看圖書的時候 其實他整本圖書 逐隻字已經朗讀了給我聽 我覺得是很驚訝 例如寫一個簡單的中文字 我不記得是什麼字 但是我教他寫的時候 他跟我說媽媽 其實那筆信不是這樣的 應該是橫先 或者是直先 那我當時都覺得 咦? 原來我也錯了 那筆信 其實上完這個課程 我也很有信心 去銜接小學 一定沒有問題 那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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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都很圍繞著生活 學完之後 可以隨時隨地應用在生活上 前附近有一個主題 是關於職業 那他到街上 見到保安 祝叔 他說媽媽 這個是保安員 那去到餐廳 那見到適應 他跟我說媽媽 這個叫服務員 你要記住 那他跟我說 例如見到路牌 見到一些指示牌 其他東西 有些中文的 他都會自己主動讀給我聽 那可能有時讀到 讀到中間 他不懂得讀那個字 他都會問我 媽媽 這個是甚麼字 然後他就會 整句讀給我聽 那 興趣是 很強烈 我會極力推介 啟思中文課程 給現在身邊 讀K2 或者K3 的家長 那 我覺得透過這個課程 可以很輕鬆地學中文之餘 其實 他裏面的課程 都很生活化 小朋友 其實都很容易 是掌握到中文 我覺得他在聽 講 讀 和寫 那四方面的能力 其實是可以大大提升的